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2月13日大年初二,恭喜發財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真BC 恭喜發財 你好,我好,大家好,財事真的好,早晨 是,紐西蘭的以德台洋 大家好,恭喜發財 大家好,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部和三台三馬戲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拼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這一節是想說一下安省的疫情 其實現在疫情是回落的 今天的疫情是回落的 就到了1076宗 就是大年初一,我這邊大年初一就很好 但是呢 那個B117,就是所謂英國那一隻 就在安省有275宗 但是南非那一隻呢,就叫B1351 就有三個個案子 那現在呢,昨天呢,又確認多了B11711 有39宗的,英國那聽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但是因應這個疫情呢 各方面都現在很緊張 尤其是有一位傳染病專家 我們剛剛說的,在15號就會有幾個區 就解除禁止了 就去到所謂紅色級別的房地 紅色級別呢,就是可以有糖石 不是,糖石就未必會有了 但是就可以開一些魔,可以去剪頭髮等等 都可以有的 但是呢,就限定那個一個室內的人數 大約10人左右 那你的魔呢,就是你平時的 譬如說你那個魔原本可以裝100人的 現在只可以裝25%、25人 這樣,他會找一個人站在那裡 堆住你的了 那這個,這個就是... 但是呢,多倫多、皮爾區和約克區 即是機場區 多倫多,大多倫多的市 這個皮爾區即是機場那一區 和約克區小弟住這裡 華人聚居的都是22號才開的 不過呢,有一位 即是多倫多的首席醫療官 叫做德維拉醫生 就認為,現在根本不是防疫措施的時機 而另外還有幾個醫療官都覺得 有一些學校是開的 在16號 那可能為時尚早 因為區內的數字仍然是雙位數 十分之...其實是十分之嚴峻 那今天呢,其實... 因為譬如說以今天為例 全省是有62,000... 測了62,012 那裡面呢,就有1000宗是中了招的 那多倫多呢,就有361宗 是議區210宗,叫做黑區122宗 其實那個傳播仍然是很大的 而最重要的是 他們認為可能會有第三波 1500萬名散民 一定要繼續忍下去 為什麼? 就因為那個叫做英國的 和這個南非的已經殺到 尤其是英國已經有39宗 是很擔心的 由於這個... 蓋爾蘭和英國那個經驗 看它的那個發生曲線 看下去它是... 在這個聖誕之前放鬆了 大家一鬆下來而已 隨時這一種的所謂B117 或者是南非那隻B1351 我要看回數字才記得 不好意思大家 B1351 這兩隻可能已經會變成多倫... 至少在加拿大 變成主要的病毒株的話 就會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因為它的傳播率是超快 是控制不了 而現在根據他們的估計 這些醫療官那些這樣的估計 他們認為下個月 可能會隨時會面對第三波疫情 現在很大劑 現在這個變種病毒 是佔了安省5-10%的病毒那個來源 如果取消所有防疫規定 到三月底最可能的情況是 每天會多5-6000例 不要怪我笑 因為是很可怕的 當然現在是不會說取消 它這樣說就是告訴大家 是需要防疫 更加慎重防疫的意思 剛剛我們這邊 Trudeau說 會進行一個更加更加嚴厲的做法 我們之前已經說過 大家算所有的人來到加拿大 都要就這樣在機場 一來到就要去指定的酒店做隔離 72小時 自費2000元 在22號開始失效 但是剛剛最新的報告 那個通告就是 即使你是轉機 都是一樣 我查過了 我聽了之後 我都打過真還是假 於是我走上網查是真的 譬如說你準備 你從英國飛去Winnipeg 經過Winnipeg 再轉機去Winnipeg 你就要在Winnipeg住三天 這件事是很嚴重的 如果你是connecting flight 那就很麻煩 本來轉機都要等幾個小時 一般來說 現在等幾天 成本大增 時間和金錢都大增 他是這樣說 英文這樣說 When the new arrival testing measures take effect you will be required to stop over in Canadian city in which you enter for a mandatory free hotel night 即使你是轉機 你都是搞不定的 是很嚴重的 假設如果你說你英國要飛北美洲 中間停多倫多 多倫多沒有直行的 中間停Winnipeg再飛香港 假設你這樣飛你就要停溫高三天 這樣真是很嚴重的 其實他的目的就是要令到所有邊上 令到你所有的旅客都不會來你加拿大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而且現在已經說明 你即使是開車入加拿大境 譬如你是貨車司機開車入加拿大境 你都要有72小時的隔離子 是嚇一跳的 就是現在所做的事是很硬的 硬到大家都不相信 就是它是要截斷了 是另類用一個很柔性的方法 截斷了所有的航班 旅客是完全全部都要截 很明顯的了 都很狠辣的 搞得 因為始終都是怕這個變種 變種擴散了之後 那個風險就更加增強了 再加上過去這個加拿大 對這個疫苗 都搞到一頭煙 說不夠嘛 搞到連在印度了 印度莫迪都出聲了 我幫你 記住它是說的 一向的 說的 令到你的旅客 是完全不會再停加拿大的了 它是變想 截斷了所有的旅客旅程 目的其實是要教訓一下你這幫幼兒子 而同時間我們這邊安省呢 通常每逢3月呢 就會有一個叫March Break的假期 是維持一個星期的 現在就要推遲一個星期去到4月 這樣說 哦 原定是3月15至19日 就是給那些中小學放假的 那些人去話說玩一下 那現在就停了 那就是 但是如果現在這樣看會是這樣的 我們這裡北邊呢 應該是在15號就會開回 16號就會開回 換言之在北邊那些滑雪場呢 可能會有很多人去話都不停 這個我個人估計 就是 當然不是 所以在上面呢 我估計可能 在滑雪場又會爆疫都不停的 促進一些人本地消費 你撐不住的 不再繼續消費一下呢 根本就是很難再維持下去的 因為實在封了太久了嘛 而且這個疫情都總是壓不低的 那倒不如 算了 不搞了 很多人希望這樣 餓死 真是更慘 這個病死 他就唯有邊開邊山 現在阿柱都最新近呢 就說 又是那句 我打個電話給那些總裁的了 他就是世神劈願會和我們搞定的 這樣說 又是那句 究竟 究竟是真是假 根本 天曉得 這就是所謂 我這樣說 現在都是 對於我們華人來說 都是實際 尤其是加拿大 華人氣氛比我們聾很多地方 大家都是想賺錢的時候 卻有這個十九不斷的反覆 等會我都會講一節 澳洲的 維多利亞州的墨爾本 真是 只去講 祝大家身體健康 現在真是 這樣的時勢 加拿大 而且是冬天 現在還是不是很冷 想問 是 因為今年有 Polar Water 極地漩渦 所以呢 它是 很多地方 整個北美洲 譬如說 今天我們這裏 我起床的零下十五度 下午零下八度 再晚一點 就Fuel Light零下二十幾度 在Kilkery那些二十幾三十度 零下十幾二十度 零下 零下不是零上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而現在 所以呢 很多人都只是 要躲起來 躲起來 在家裡 盡量不外出 最新近 而且 而且爆疫的速度 越來越快 就 另外 譬如說 在我們這裏 有個Fedex的總 分貨總部 有五十四個人 做了 你們大家想想 Fedex這些 專門流通的人 放下東西走的 其實影響是很大的 放下東西走 放下東西走 那他喘了去哪裏 你不知道 他敲到門 哦 給了你了 你走開 可能那件報告已經出了事 那怎麼辦呢 基本上是很大劑的事 而現在傳出來 有些 有個retirement home 有人爆了 有個retirement home 曾經爆過 出過事 那些老人院 曾經出過事 那那個院的院舍呢 那些工作人員 就故意 靜靜地 將患了疫的人 那個房 那個門柄 拆了下來 於是呢 就可以困住 住在裡面的老人家 讓他走不出來 現在有人爆 說你這樣很不人道 這樣說 有些無奈 其實這樣說 實際上是不人道 但是 疫情之下 其實有些人 真是 想歪了都不出奇 我覺得 是 那 他這些老人院 那個計數呢 就是 3400 高級老人院 比如說 如果你的老人家 住在一個 215呎的攝影機 即是沒有房間的 一進去打開門 一進去打開門 就有一張床 有個電視 有吃飯桌 那些 每個月要付3487元 如果你是要有一個 兩房的屋子 每個月你就要付6,052元 大家想一下 美加銀 這些高級的房間 你拆了別人的房間 不讓別人出來 那些有錢人不會 逢你 說笑 6,052元 你一年要付7萬元 住宿費 高級 這些是高級老人院 一年7萬元 你給這樣的服務 我態度 混在我那裡 是不行的 那些有錢人 一定會搞你 7萬元也挺貴的 是很漂亮的 這些所謂高級老人院 我曾經進去一次 不是唐人所想像的 那些唐人說很漂亮的 老人院跟這些 比起來是不同的 你一進去 它有個餐房 餐房是做到好像太太太那樣的 每一隻杯 玻璃杯是高身 玻璃杯 就是那些vantage的東西 vantage的東西 就是那些 很有特徵的高級的東西 是超級高級的東西 那些是 有錢到你不相信的 真的 我看過 嘩 當年要幫親戚去看 最後當然也沒有 這麼貴 我怎麼住得起 其實現在所有人都猜 再過幾個月 變種的可能會變成反客為主 新病例就會加到三倍 現在這樣的情況 所以大家都是很緊張 所以也不會怪得 除了都是這麼大絕出狠手的 是 但是 唯一 所以有些人就說 現在唯一能夠做的呢 都是 做好防疫措施 基本的那些 還有加快注射液 因為 現在我 就是剛才我講的那種情況 就是說坐飛機 quarantine 那些這樣的事情 已經說到 即使你是打了針 都沒有例外 因為 你打了針 並不代表你 是可以 不傳播病菌 沒有這樣的說法 所以你打了針 你都要戴口罩 你打了針 都要做social distance 你打了針 都要自己病了三天 如果你坐飛機的話 已經是強制了 我相信捱啦 捱到九月啦 是 徐都到現在都說 九月一定能打的 你放心 那些總裁和我 和我世神癱軟的了 說而已 算了 好啦 大家忍一下忍一下 你們澳洲 新西蘭那些都脫身了 是吧 我們會找其他節奏講 好 今集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